老说这个简单的这个题目 我们这个 今天考试 刚刚应该三开始 题目改了好多次 可是发现我的用心 你们还是没有看到 改什么地方呢 我本来是三个试图 都没有画出来 要经营完成 不然就要做 每个东西都 都有mixing 一些东西 都少了一些画 笔画,那你要去把它画进去 后来觉得说 这样你 好,这你太客气了 所以我就本来说 我就画框框 就画下面这个框框 让你可以去 自由创作 本来是画三个框框 那怕画三个框框 我会怕你会乱画 所以我就把 上试图把它定下 上试图把它定下 可是上试图还是有些 mixing 所以我这边写的 在标注的区域内 就是这个东西 标注区域内 画出前试跟側试图 前试图 側试图 并 完成善试图 然后我刚刚看你们答案 有人呢 上面这个就没有加这条 因为有人上面是不是已经完整 我完全给你 我只是把你的 把你的串 定下 然后他认为人很有趣 包括理太一 表正也丢的 这个课 这个课 我画这么好 我这样看 也不是看点金属吗 这边数一二三四个 这是一比二的 比例词 然后呢 对不对 理太一课好玩 理太一从这里开始画 从这里开始画 然后画这样子 我会给你上面下面都给你标起来 这边画歪歪的 也不像位置 对不对 也是闪光没有强 这样子 好 类似这样子 那还有人就说 哇中间画小小小一个 类似这样子 随便 正美景 还有趣 那我们来看一下 所谓 参考标准答案 应该是这样子 第一个呢 我们先看上诗路吧 上诗路如果看一下 看下来 这条线一定要在 对 从上面看下有这条线是吗 不是这条线 是这条线 这条线要在 当你从上面看下来的时候 所以有这条线 然后这条线 是这条线 从上面看过来的时候 从这边看过来的时候 是隐藏的 从这边 这个面是隐藏的 所以这是这样子 虚线 在这里 这边有虚线 在这里 OK 然后测试图 虚线就比较多了 OK 阿鲁实线有虚线 首先你看这条线 就是这条线 实线 当你从这边侧边 这样看过去的时候 那你会看到这条线 是这条线 OK 然后呢 然后刚刚这条线 是这条线 然后还有这条线 这条线 这条线 这条线是虚线 所以总共画 画再画了 总共就是你该画的是 这条线 一条线 诶 少了一条 插掉一条 这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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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吗 没有问题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吧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吧 对 对 对 神奇文 这个应该 除了上市图 落入线 不会有效 你上市图就不画了 就对了 然后 方少程是 测试图 少了两条线 对不对 对不对 然后同学 少了一条线 正式图 少了一条线 OK 而且都不知道画什么 有个同学 画了一大堆线 自由操作 随便 这看起来好像还好 OK 然后 透视度 很多人都举白旗投降 画到不画 OK 画队你会觉得很好干 跟你西部中长 应该一样 那问题是什么画队 上部长就是不画 对不对 拒绝作长 OK 然后现在问题是这样 我给你准个例 那题目我不是搞很久 给定的虚线 我在想说 到底要画什么东西 你知道吗 给定的虚线是这个 好 就是这样 这给我画到这个来 不是这样在画 这里画一个 那这里画一个前置 怎么画 那怎么画到这样 对 我给定的虚线是在这里 对不对 我画一个前置 前置不知道怎么样 不然我擦掉 因为完成图 要不长 照理说 这个图应该长在这里 对不对 这图应该是长这个 前置图应该是长这个 应该放在这里 然后这个把它移过 然后这个把它移下 然后再画过去 等一下教你怎么办 教你牵笔超高 然后完成淡灵斗诗度 牵笔超高 不要擦 像我这样 超过都要留着 当然 当作有些超好 是不需要 所以我等下整个重画一次 可以告诉你什么 只是给你们听你讲的这样子 OK 好 那我会告诉你什么 首先呢 单点透智度这么一致 有XYZ三个方向 对不对 就是说 如果这个叫X 如果这个叫Z 如果这个叫Y OK 你会发现 X方向没有Z方向 都是平行的 这是智慧太小 太熟 太熟 这个都是平行的 如果X轴跟Y轴 维持平行线 只有Z轴呢 会 会有透视的效果 所以你只要在X方向 Z方向 就要这个 就维持平行 然后这个是Y轴 这是X轴 OK 这个是X轴 这是Y轴 然后这个是Z轴 往V B去的就是Z轴 维持到Z轴 就会消失到VB去 然后下两个平行就好 OK 好 所以说完这些呢 他们就开始做一些重要线段出来 OK 首先依照我给你的指示 今天把他画出来 前四图画出来 前四图画出来 前四图是不是一二三 所以一二三 然后这边有个三分之一 高这样子 他以为连高都画错了 OK 发现没办法 我这边随便画一下就好了 我就不雕花了 他会长这样子 对不对 好 现在是 我说OB画出来 所以你看 这个字里也有个下诊 下诊是不是只是一个猴子而已 猴子很容易画 先把猴子画出来 我看出什么画 这个是不是这个 这个是不是这个点 对不对 我用两个试图 这个点是不是这个点 拉过去 那再来这个点呢 这点什么点 這個點 拉過去 這樣對不對 再來什麼點 再來我想要畫這個點 這個點是不是就是這個點 這個點要怎麼辦 拉到SP 這邊有人換錯了 學意不經你知道嗎 SP這樣交價 你要看哪一個點 試看跟PP的焦點 不是跟Horizon的焦點 Picture Plane就是點頭一面 頭一面出來之後 這是Y軸 所以Y軸拉一個頂線下來 看到這裡 所以焦就焦到這裡 這是上面這個點 所以上面這個面也有 然後Y軸提起 所以下面這個面焦出來 可以嗎 可以嗎 然後呢 X軸 X軸的頂型 所以從這邊直接拉過來 可以 X軸 從這裡 打平接 放在這裡 OK OK 所以下面不是不然要成型的 對不對 插哪一個點 是不是插 這個點 所以後面打的這個點 我拉下來 這個在這裡 所以也是一樣 PP的焦點 你隨時拉下 要畫整一點 就這條線 對不對 就是到這裡 所以那裡如果畫整的話 我們可以把它 飄起來 OK 這裡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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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這裡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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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個 就衝出來 然後呢 上層怎麼辦 上層 先把這個弄出來 上層先把這個弄出來 細線 再回到細線 對 這個是在前面 事實上 它是一路拉後面 等於說 我把它先把它當成這樣來看 如果我這個東西是長這個樣子 所以我真的是這個點 對不對 拉好這裡 欸 然後這個 拉好這裡 就是這個點 上層 對不對 然後我現在要把它 我把它加高 不知道哪個點 這個點 這個點到哪裡去 這點到這裡 對不對 那怎麼辦 看 看哪個點會比較對 這個點吧 這點是不是這個點 對 對嗎 有看到嗎 會有點 波拉力 好 好 好 那我手邊好 好 這裡 是不太準 還是怎樣 那這個拉下 大概到這裡 然後從這裡拉 過來這裡 這裡不太準 算了 不要忘了不想忘了 大概是這樣 大概沒有再看 撞你不在這裡 好嗎 不是要撞你不在這裡 對嗎 今天這個疫情 還有一邊上課 可能沒有人 我跟妳看一下 這點我們還要搞希望 好 搞什麼 對一點 一目是黑色 藍色是錯檔 打他出來 他賣第五分 哎呀 蠻簡單的 第二 三制度 畫立體式 拍手拍手 拍手 然後叫做其實這個都是講一章沒有圖 那你怎麼找回去 然後叫做你的頭腦就要去送向波動的 從三制度 如果要標尺寸 立體式度 如果要標尺寸 如果要標尺寸 你先送一個什麼東西出來 先送個三制度出來 三制度就標尺寸 那這個呢 你有三制度 不曉得怎麼樣的那個三制度 然後他要生個立體式度出來 那立體式度一般比較難畫 可是你用這個格線 可以讓你畫 好 OK 好 那一點後制度 這比較簡單 對不對 上制度就是一個長這樣子 對不對 測試度是一個長這樣子 欸我自己 那一過去線 大概就出來 沒有說是比你這次要簡單 可是還有兩題 好 同樣的東西 畫兩點後制度 兩點後制度就只有兩個小時 那畫出來會比較漂亮一點 好 藍藍綠綠 看綠的 看得出來嗎 看綠 欸 所以基本上面教這個東西 需要給你一些sense 叫做什麼樣叫做對的符 什麼叫做不對的符 看你們答案 就知道很多叫做不對的符 你自己看也知道怪怪的 可是也沒辦法 就教了 就這樣 對不對 那你說為什麼會錯誤 我剛剛講了幾個錯的原因 第一個是 比人那個 就是個焦點 上制度教一個焦點 是焦在這裡 焦在micture plane 很多人焦在這裡 焦在這裡 焦在這裡你看 這長就好長一條 很多人畫好長一條 欸 他焦在這裡 pitch of light 可以嗎 好 好 剛剛還沒講完 請問考出了道 這個 這個 要告訴什麼 這什麼東西 這是今天要講的 最後一下 所以我們今天把這個講完 還有一個 上次的那個 其次抽表的事情 我們已經考過 OK 這超過兩點 有可能是 超過兩件焦點 然後 這樣放是 OK OK 所以我們在後面這些 教的東西都是一些 塑料上一些常用到的東西 那我今天要講的東西 是跟 同學還蠻有關係的 但是我不曉得 有沒有看過 什麼叫 有沒有聽過什麼叫 Ray Trace 中文叫做 光線追蹤法 光線追蹤演唱法 有聽過舉手 有聽過舉手 有沒有 所以呢 我剛剛可能找了一個 願意留 讓他放放看 看看吧 好 這個 這個電影片你還記得嗎 老爺爺跟小孩子那個 有看過嗎 沒有看過舉手 沒有看過舉手 叫什麼 這片名叫什麼 這片名叫什麼 好 那大家就是以這個為例子 來告訴你說 整個字片的過程 Rendering過程都可以怎麼做 當然是你現在要有一個 Friend by Friend 對不對 電影 每秒鐘他們要24個 至少24張 動24張進化 那一張進化都是在某 CAMERA 根據你的MODEL 然後去RENDER出來的東西 OK 那隨著MODEL 角度不一樣 CAMERA 位置不一樣 你就要去RENDER 你這樣讀出來 那這個東西 這個動作 在電腦裡面 就叫做RENDER 它就叫做Virtual Camera OK 我就直接想看 你真的有什麼 會不會太長 不會 這是有三分鐘的 OK 所以 所以 你就 我把它再來畫到一點 Speed 好 這什麼東西 這什麼意思 這講是說 等一下那個 那個隔線 你要看到嗎 聽我講好嗎 聽我講 對 隔線 這隔線 這隔線什麼意思 就是說 我現在CAMERA 要從那邊看我的房子 那隔線就是 我現在要重像的解析度 譬如說 你可能畫一張 這隨便畫 這可能一版成 這可能20x20 400個像素要上色 那你一般來說 電影現在是4K的對不對 要那麼多像素要上色 反正就是那麼多像素要上色 你剛剛決定 哪一個像素上面上什麼顏色 你才會得到 漂亮的影像 那這件事情 有什麼方法做呢 不知道 這個就叫做rendering 對不對 而且隨著你 這東西的改變 隨著 這個就是 給我認得出來的 你就知道說 每個pixel 東西的方法很關鍵 好嗎 每個pixel大概上什麼顏色 然後記得 一個pixel只有一個顏色 所以當然是你要 很多很多pixel 頂下起來不會有巨子上 所以現在的主題叫做 怎麼樣去上這個顏色 其中一種方法叫ritch tracing ritch tracing不是3JS的方法 3JS利用了A1的方法 是把三角形打碎 變成像素 然後三角形上去 ritch tracing是直接在利用 這個pixel所在的位置 發出一個數學上的色線 射到場景裡面去 看到射到什麼東西 就是類似這樣 然後掃的條線 一排一排的掃 掃出來的東西 就是你的場景 剛剛那是簡單的場景 當然這個更複雜 對不對 有的地方是暗的 有的地方是亮的 然後被照亮 所以 快往腳了 然後這樣子 夜市場很辛苦 對不對 夜市場很辛苦 要算贏了 接下來就是換我講的 所以什麼叫ritch tracing ritch就是射件的意思 tritch就是追蹤 什麼叫追蹤呢 我現在這邊有個場景 是一個什麼 是這裡有個球 不用知道嗎 這裡有個球 所以我點光瑜在這裡 所以他會被照亮 那點光瑜所以這邊是亮 對不對 這邊是亮 然後這邊就是暗 這邊就是暗 然後這邊呢 還有影子 如果這邊還有地面 那這邊 在地面上面 因為光線是直接進行 這邊地面上會有影子 那我想要知道 當我天馬在這裡 我的天馬在這裡 如果從這裡照下來 我這裡有1 2 3 4 5 6 7 8 9 9 9 810 一個 810 一個像素 然後每一個 當我射一個ray過來的時候 我都要得到 我要的影像 所以我可以看到 有一顆球 它的影子 其他 你說這個地方怎麼 ray打過來 沒有空氣 所以是空氣 所以這個地方 就給它背景的顏色 所以螢幕清掉的顏色 沒有顏色 就是沒有顏色 可以嗎 所以這整個叫做ray tracing 我再講細一點 你說OK 看到球 這球還有什麼不一樣 我承認 Win 我承認 你也睡著 OK 這個球 這個球 這個球在有什麼不一樣 你注意看這裡 這裡到這裡 這個球是亮的 然後這裡到這裡 這球是有點暗的 它的亮度 變色是不一樣的 那我怎麼知道這點 跟這點 變色一樣 還是不一樣 OK 它就要另外一個ray 去射 所以 我們直接看這個 好嗎 為什麼要好幾種ray 一種叫shadowray 那我們這個來講 就好了 OK 比如說 如果這個天花在這裡 OK 我現在camel在這裡 眼睛在這裡看 然後我要看這個框框 這個框框是什麼顏色 所以 快一個ray 到這裡 到這裡 OK 那可能這邊是亮的 這邊是暗的 那我怎麼知道 這個亮 跟這個暗的不同 你不要做的事情是這個樣子 OK 比如打到這點 如果這點 射到光源 往光源 往所有的光源 往光源 射一道射箭過去 如果這個東西 沒有被東西打到 這點就是亮的 如果這個光源 射不到中間 會焦 在射到光源之前 有換到其他文件 這點就是別嚇人 所以 要知道一個東西 是在影子裡面 可以接受嗎 OK 所以 要知道一個東西 有沒有隱形 它這個東西叫什麼 這東西就叫做 隱形 跟隱形 有關係的射線 每一個pixel 射到這裡 然後往光源射 如果光源射回去 中間沒檔 你就是亮 如果射到這裡 光光射出去 再往 射到你桌子前面那裡 我可以看到桌子前面那裡 可是當那點 往光源射 第一個射到桌子 它就是有它 它就是以前的 第二個 reflected ray reflected ray 就是類似 這樣的效果 什麼東西啊 反射 這裡 這一塊 這一塊怎麼 我看不到 這一塊 這一塊怎麼回事 這個就反射 什麼時候會反射 如果你是金屬東西的話 那這一塊怎麼反射 基本上面 這邊有沒有 那我知道了 畫一個視衣圖給你看 類似這個樣子 我讓想要 我一眼 我眼睛在這裡 然後我share render的一個像素在這裡 所以其中一個rank 是到這裡 其實一個rank 射到這裡 那射到rank 射到這裡 對不對 那我知道地面是其它坑 所以它坑是立的 坑是藍的 然後我會往哪裡射 入射角連反射角 入射角連反射角 所有一個反射rank 射到這裡 這是反射 所以這張反射的射線 那所謂眼睛看到的東西是什麼 第一個是 這個東西 本身的顏色 我叫color 1 那第二個是什麼 這一點的顏色 color 2 所以color 2 透過這裡 先回到這裡 這邊的color 1 叫color 2 回到這裡 那這叫坑色的red OK 叫做什麼 叫做reflective reflective是坑色的意思 反射射線 所以到目前為止 有經過兩個射線 對不對 一個是 這個地方 它本身有個顏色 可是它就已經是亮來散了 你要射到光源的shadow ray 然後第二個是 入射角的反射角 它是沒有啦 對不對 要是比如說我射到這裡 射到這裡 入射角反射角射到無限 都沒有東西 那就沒有東西到這裡 就沒有東西回來了 它就沒有顏色 就是本身的顏色而已 C1加C2 C2等雷 那這邊就加C1 OK 它也說這個是什麼東西 這就是這一塊 它也說這塊什麼東西 這叫透色 折射 什麼叫折射 光線 所以你說眼鏡從這邊看 眼鏡從這邊看 看進來 可是它會折射對不對 你這樣講 你要記得折射嗎 所以它會折射進來 你要記得這個嗎 光線進來 折射 如果這邊還有 它會出去 所以這個顏色會從這裡 一路折射 一路折射 有印象嗎 抓魚的那個事情 水中的魚 OK 之類的 所以你這等於說 把一個玻璃珠子 放在一個 沸沸的海豹上面 所以從這邊看 玻璃珠子上會有沸沸 那這個東西都是這些 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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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射線 所追出來的結果 那這邊 換角度眼鏡 看到這一點 除了玻璃珠上的 顏色 可能要怎麼玻璃珠上的反射 還有玻璃珠本身 透過玻璃珠的折射 甚至如果還有 所以一大片射線 在那邊射來射去 構成這個東西 叫做 Shadow Ray 那這個東西 一般稱為 Rature 就是說 從這裡開始 OK 所以東西從這裡開始 眼睛 就是你的camera 然後這邊 就是你要 Rature 的像素 只有一個像素 就這樣 產生一個射線 砰到這裡來 你只要知道這個點的顏色 可是這邊開始出來幾件事情 這邊有個光源 對嗎 所以第一個 S1 回去 看有沒有人擋到 有人擋到就是亮的 沒有人擋到就是暗的 OK 然後再來是什麼 這個是 Transmator 這個是 折射的 折射 OK 可以嗎 然後另外一個 反射 那這是椅子 所以打到一個點 分出三條 一個點 蹦 再三條線 再出去 那每一條到這裡 又蹦 再出去 這點什麼顏色 不知道 可是這邊還有一個反射 還有一個折射 還有一個shadow 在射手 所以到最後 變得這麼可怕 你知道嗎 一個ray過來 有兩個shadow 為什麼兩個shadow ray 因為有兩個 沒有燈發 兩個燈發 都照亮它 所以你要看 它是可以兩個燈發照亮 還是其中一個照亮 還是沒有人照亮 然後這個 這個折射過去 然後這個東西 就reversive 下去了 知道嗎 這打到另外一個 如果沒有打到物件 就結束 如果打到物件 又三個 又所謂的shadow ray Transmitted ray 過去 OK 那就為什麼沒有transmitted 因為這個東西感不透明 不透明 不透明就不會成色 可是它可能會反射 OK 那這個是透明的 所以shadow ray 所以一大分的ray 叫ray tree OK 然後不要忘了 這整個ray tree trace結束之後 才告訴你說 Iray的那個pixel 要上的r7b 就是這樣 就這樣 pixel 那你有幾個pixel 4k OK 4k 4k 4k是什麼意思 4k才4千 不會 什麼叫4k 4k是4千乘4千帽 蛤 蛤 你怎麼說什麼 現在電子不叫4k嗎 那那k是什麼意思 因為現在的pixel 12801024 12801024 12801024 這叫1k嗎 那2k 告訴我們 等一下再補貨一下 好 Anyway 到目前為止 這不是我們只要講的 目前我們只要講的說 所以說 So many rays 你要trace好多 OK 睡怎麼辦 才能長得 這麼漂亮的圖像 OK 就是說 也沒有辦法分辨 這是照相機照的 還是電腦照相機照的 還是電腦照相機照的 因為你說的東西都 最重要 再說這樣 果然算多少 我們說普通玩game APS要24 那你3 years 可以跑到60 APS60 表示每一張圖 60分之一秒 完結束 這個 這個 這如果一張圖 可能要1分鐘 OK 剩3、4秒好了 30秒 太多分 電腦一直在進步 對不對 那 可是 跟什麼東西 跟你real render圖 多大的關係 因為就是那麼多的像素 OK 像素越多 Render越久 然後另外用跟你什麼樣的架構有關係 如果你怎麼CPU多核心 因為這個每個像素 什麼顏色都是獨立的 所以你可以做平行處理 甚至有GPU的話 可以做更快 不過這怎麼快 達不到60 不能跟我們那個比 所以 像這邊就是兩個比較 左邊是 Tidal跟土正好相反 下面的圖 右邊叫做 Red Trace 就算出來 是因為Red Trace算出來的 同樣的槽子 在左邊叫做 Rexterize Rexterize 就是現在PGS做的 你把 你把Polygon變成三角形 三角形變成像素 像素炸以後就變成這樣子 這大概都有了 可是你很多東西是看不清楚的 觀察什麼 你的觀察 茶壺 茶壺 茶壺本身J0是Local Specular,Deduce 然後這個是陰暗面的一些案 這是你平常在對見 就學過的東西 就是 散色啦 Specular 金面環色 那這個杯子也是一樣 上了材質 上了材質 叫明暗 大概就這樣而已 康匙也是上材質 叫明暗 這還沒有用Centrobat 所以這個杯子 放在桌上 也沒有影響 這是最爛的 它可以拿來60 這個呢 該有的都有了 這還沒有什麼東西 然後這個是 A子嗎 在這裡 A子只要一定到 浩子上面來 然後這個椅子 不是Shadow 那種叫Hot Channel Hot Channel Hot Channel就是 這叫Soft Channel Soft Channel 表示 有椅子跟那個椅子之間 是合二的 是 平滑的 還有 黑的一條線 可以嗎 就這樣沒有白色 我們現在 一樣好的 Quality的 Display 就這樣花時間 為了一次 你怎麼樣可以更換 就是下面我講的 所以如果你是 這樣不是修數值分心 而不是就 既然是數學的話 那你可以洗手 下面要講一些數學 好嗎 首先第一個事情 就是APP APP APP知道嗎 APP是不是這樣會講的 是吧 是吧 那什麼叫APP APP 就是一個bounding bus 然後跟XY一轉 這邊是要變粒子 跟XY一轉的平行 所以這邊看了一隻貓蛙蟲 好嗎 跟一隻貓蛙蟲 然後有了這個 我只把他拋起來 我現在把我講 什麼叫APP AV3 這叫醒來 OK 因為關於關AV沒有用 等一下 我說AV有什麼用 AV用途是說 如果RAID 換一個顏色 如果色線 跟AB沒有相交 它跟毛蟲就不會相交 對嗎 RAID跟AB沒有相交 它跟毛蟲就不會相交 就可能會相交 那可能會相交 你就要去進一步看 相交在哪裡 那問題 可不可以不要這樣 因為AV3 必須太大 裡面有浪費好多空間 那我可不可以把它變成AV3 也就是說 如果這叫B 那我這叫B1 跟B1 跟B1 換句話說B 我最長手細分 細分就是變兩半 那這一半呢 屬於左半邊 我再去坐月AV 他的AV 右半邊 再去坐月他的AV 所以這邊等到B1 這邊等到B2 如實在會 還是這樣 看得懂嗎 看得懂嗎 就是B1 叫最長手 那你說為什麼最長手 不是最短手 你想你知道 我要Balance 對不對 這邊好長 從前切 左邊做一個AV 右邊做一個AV 順便這樣 那這樣有什麼好處 上角的B 跟Rae有相交 我想更清楚的知道說 究竟是B1相交 還是B2相交 還是都沒有相交 因為你爸爸太破崩 對不對 說這個 我們家沒有這麼加大 越大 你漲很大 結果被人家交到了 事實上 你如果回去兩家的話 他們都沒有漲到 然後你發現說 B1沒有加到 結果B2加到 然後就Recursive下去了 你知道嗎 因為B2 同樣這個B2 我也可以再從中間再細分 然後變成 變成這個 往下走 這變成B2A 跟B2D 那這個就是B2A 那這個就是B2A 那這個就是B2D 所以紅色的 現在又併分兩路變成這個 所以B2有交到 可是B2A沒有 然後再繼續往下 期待什麼 期待你AV越來越想 然後終於有一天到 你說我們家都沒有人交到 就結束了 所以B2B現在還有 這B2B再往下 這B2B M 然後這B2B M 隨便 那就再分兩個 這還以為說 兩個都交到 還有一個是這個下面 一個是第二節跟第三節 來算一下就好 所以 剛剛講的Rate Tracing 算很久 利用AV3 幫你加速Rate跟物件相交的並算 因為好多好多Rate 每個Rate都要跟物件交 我現在把物件和AV3拋牆 所以我現在把物件和AV3拋牆 所以我現在把物件和AV3拋牆 所以我現在把简化講 Rate跟AV3交 現在不要說 還要說 Rate跟AV3交 現在不是Rate跟物件交的 OK 所以 2003有一個配合 所以 真的要討論這件事情 Rate AV3 Overlapped Test OK 我說 欸 這問題好像很古老 居然在2003 2003也有點久 現在是2019 所以是16年前 你已經生出來了 OK 所以 不算太古老的東西 不算太古老 不算太古老的東西 而且 居然敢號稱Fast 然後說 用什麼東西 他就只能了解一下 如何可以Fast 然後你就應該期待 HowFast 用比較 是 2050 還是多少 OK 好 那就先開始告訴你說 Standard Method Rate跟AV3怎麼叫 AV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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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三個軸 各有個區間 X軸 Y軸 Z軸 然後三個 三個用 Position 就會變成 一個三個 手 三個立體的 地方裡 代表 他 Bounding Box 對不對 那這是一個Rate 什麼叫ray 什麼叫o o 是圓點 這是圓點 這是方向 可以嗎 所以基本上就是這樣 這是o 然後往這個方向這個d 可以嗎 剛剛是t t3 就是從這裡開始 q5就這樣下去 就是射線 射線有一個圓點的方向 那ray 跟mav 怎麼交 第一件事情 我們先看這個圖 所示的 y 軸 有兩個體面 所構成 y 個 y 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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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和 y 還順 y 或 y 或 y 或 y 可以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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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求一個焦點 焦點怎麼求 這是 o 加 YTD向量的向量字可以嗎 向量我們要寫它XYZ 所以加起來 那你說這個焦點什麼東西 這個焦點是不是說 當我的Y值等於Y點的時候 Y點就稍微是Y點 所以是這個點對不對 這個點 這個點 那點Y0 的時候T是多少 OY加TDY等於Y0 的T 然後你把Ut形象過去 所以這是你的答案 C沒有等於 是一字答案 所以你就可以找到這兩點 可以嗎 誰到誰想不知道不一定 因為我也可以說Y0 Y1大 Y1Y誰到 答案其實是兩字 對嗎 所以 那這個意思就是說 我剛剛的這個AB是三個 三個種 我比兩個就好 X X Y 射箭過去 有一個S0 S1 看這個 S0 S1 然後這是X Y呢 射箭過去 有一個T01 可以嗎 就在這段區間之內 在這段區間之內 他被這段夾住 在這段區間之內 這段區間之內 他被這個夾住 可以嗎 看圖說過是 下面這個 我只要問題來做 一個是紫色的 一個是青色的 一個是青色的 哪一段 青色的是夾 青色夾哪一段 RE在這裏 對不對 RE 這是O 這是D 對嗎 所以青色的夾這一段 從這裏到這裏 紫色夾哪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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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段 到這段 可以嗎 那 那 這樣的話 那我如果這塊 這塊叫做APP的話 請問這個Rate 有沒有射 有沒有跟這個 AAPP有交流 有相交 有反 那 這個有沒有相交 這個AAPP在這裏 Rate在這裏 這裏 這沒有相交 那 左邊可以嗎 不一樣 就是左邊 嘿嘿嘿嘿 你知道為什麼會這樣嗎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我的圖不實際看 我的圖 是整個閃過來的 那我應該讓你看這個 為什麼要讓你看這個 看得到嗎 看得到嗎 可以看得到 可是你錄不到 沒關係 錄的 你就把他去洗 對不對 反而不重要 所以會讓他喝 你剛剛看的是 這裡 對的 比如說老師 你怎麼講那麼慢 這 對頭也沒什麼好講 你剛才說是怎麼講 不是我沒什麼好講 這對說末不值錢 知道嗎 他既然就一路睡 他就這樣 就這樣 來 這才是對的 看到嗎 左邊右邊 如果你相交區間 相交區間有重點的話 就是有交道 相交區間沒有重點的話 就是沒有交道 A嗎 合動 所以瑞克APP 相交的 True跟 False 就是這三個區間 S0S 170P U01 如果這三個交集 如果不是空集合的話 那就表示其中有一段參數的區域 是X的交集 是Y的交集 是Y的交集 是Z的交集 那就是這個交道 就是那個角角 被ABB削到 好嗎 就像這個 這個瑞 是不是在這一段被交道 這一段是哪一段 這一段就是藍色這一段 跟紫色這一段的交集 中間這一段 中間這一段 所以你現在把什麼 把一個三度空間中 一個矩形 跟色間的相交問題 變成什麼 變成三個區間的相交問題 OK 啊這個是什麼 再來是傳統的方法 這是傳統的方法 再來不是本篇被弱 強調的Facts 那外交說 他方法 應該不是還要控 還要更簡單 這已經很簡單了 如果換句話說 你配合沒有看懂 啊專題 我配合沒有看懂 我用這個來做 我已經可以 可能比你 片正的想法 還要快很多 好 那下面這個呢 希望你可以看到 好 好 我來試一下 剛剛來 我希望你有看到 我們先往下講一點 看你Kerry看的 我這邊是一個什麼東西呢 這邊是一個 Rate Polygon Intersection 或者說 Polygon 雖然這邊是一個三角形 三角形 有ABC三點 然後它 尾成一個 逆時針的回線 你有看到 AB BC CM AB BC CM 可以嗎 可以看到 外面看不去 是 ABC OK 然後左邊叫做 HIT 右邊叫做 MISS 你有看到嗎 就這樣看 那個Rate 左邊是穿過三角形 右邊 是在三角形旁邊 YES 然後我說 這個東西 就是叫做 SIDE RAB 那什麼叫SIDE 對不起 回到上一頁 OK SIDE R L L 如果大語領的話 就是我前面所講的 叫做 順時針 記起來好嗎 大語領 是順時針 小語領 是 逆時針 等語領 是在線上 就是RAID 跟LINE 相交 一般狀況是很少 所以大語順 順時針 順時針 那什麼叫順時針 從箭頭看 從箭頭看 是順時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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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箭從下面 線從下面上過去 順時針 了解囉 然後如果 從箭頭看 線從上面走 欸 對不起 欸 喔 線... 不一定喔 我這邊是這樣 不是上面下面的關係 是線的走向關係 所以 所以 我必須背著你們來講 這件事情 小文看 小文看 欸 我沒有人看 有問題要問 這是箭頭 這是箭頭 如果這是這樣走 線這樣走 小文真是順時針 逆時針 順 順 然後如果線這樣走 來 逆 還如果線這樣走 來 順 還如果線這樣走 來 順 所以左邊這個如果要避解的話 我說就是 都帶領 對不對 都帶領 從箭頭看 從箭頭看 三條線都是順時針 可以嗎 可以從 這個箭頭這裡看 那 A、C是從線上面過去 然後 從箭頭看 A、B是從下面過去 然後 然後B、C看 從左邊這裡上去 可以嗎 可以嗎 所以三個只要都帶領 你就是HIT 其中有一個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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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MISS 你說誰MISS 我們看 我們看這個圖 好啊 看這個圖 A、C 上面 順 C A、C 是順 對吧 然後B、C 也是順 然後 A、B 呢 A、B 是不是在線上面 A、B 是膩 A、B A、B 在上面 A、B 在上面 超級有聲曲折 A、B A、B 三條形線 三條形線 在這裡 三條形線 在這裡 A是這樣 C在這裡 A在這裡 B在這裡 C、A、B 三條形 這條線是順子針 對這個ray來說 這個也是順子針 這個呢 另一次針 三角形在這裏 三角形在這裏 ray在這裏 所以這個ray是mix 這個三角形 因為這個 這個 這個線 所以這個是 1針 好嗎 如果三角形在這裏 從中間射過去 所以這邊也是順子針 這邊也是順子針 這邊也是順子針 你會把ray 所以三角形在這裏 這裏也不是 這裏也不是 可以嗎 了解 所以 這邊已經是一個新的畫畫 ray跟poly perception 好 下面是 ray跟anab 怎麼算 好這邊一個ray 是特殊ray 叫做mmmray 等一下還有tpdray m for minus m for minus p for plus 所以 所以 什麼叫 負負負的ray ray ray是一個向量 向量 是不是有正負 有三個分量 所以 什麼叫mmmm x跟y跟z 都有負的方向去 叫做mmmmray 你是不是有看到一個 一個向線的正X 正Y正Z嗎 看到嗎 所以 什麼叫負負負 往負X 負X 負X在這裡 往負Y 往負Z 所以是往那個方向去 有看到 ok 當你往那個方向去 我想要知道 這個方塊 有沒有跟ray 射到 我要看的是內一圈 這個呢 通常我會拿一個 小型的面子盒 一些沒有 比較接近舉行的東西 沒有嗎 沒有嗎 太小了 太小了 當你有點 還差不多 這個 剛美 太小了 來 最後講 那個 有點小 不過 這樣就來 這一次 這一次 這樣就好嗎 所以 角色 是這裡 好嗎 角色正正就是這一點 所以 M&Membrade 是往這邊走 ok 我們現在看 這邊有沒有射到 那就看 這一圈的捷影 你知道嗎 這一圈的捷影 其實 你看這個圖 用一下你的想像力 或是把眼睛上面瞇起來一下 直接想像得到 幫你這個東西從這邊看 它的捷影 屬於外面內圈 屬於外面內圈 就是你要看啊 這三個節節比試 對不對 是它的最外面內圈 外面內圈 的捷影 看是不是這條 這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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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條 捷影 你知道嗎 蛤 有 這 STUDY 這繫就在捷影 OK 它從這樣看過去 這捷影 是 就是這六條 那這六條 這構成一個尾圈 對不對 這構成一個尾圈 這構成一個尾圈 尾圈把他 撕起來 然後我現在如果這個射箭有射到那個ABV的話 射箭就會穿過六回圈 如果射箭沒有穿過回圈 是不是就是沒有打到這個ABV 各位你要看這個 各位他插這樣他穿過去 如果這個回圈已經是最外線了 你說我只有插到一點點 插到一點點這邊也會插到 如果從外面過去 就表示從外面插合 插到間一去看 見就是在外面 他沒有生進來 那就是MISS 他進來就是HIT 所以HIT跟MISS 就是看這一圈的六 跟那個的 順時跟MISS的關係 所以你自己看 到這邊有什麼 HIT HIT M M MI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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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提供一個小零零就跳出來,會被死 所以從程式的觀點來說 從程式的觀點來說 WordSkate要做六個 BestSkate要做一個 只要你收到那個是小零零 是歷史真,就結束了 當然講BigGo或什麼東西 我們講WordSkate 所以說六個 六個是不是,就可以 我把這小什麼東西 MM6-minus-minus 然後把那刀外面 幫我酒精開一次 沒有這麼多人這樣 不要了 然後去廁所肩膀 你看 所以這個就是 MMM的一個上市圖 往負X,往負Z 然後再往負Y,往下去 什麼叫MMM-ray MMM-ray 接應圍圍圈 叫Silent Loop 就是有 B-C-E-H-E-F 好,B-E-F 好,B-E-F 我這次正好反過來 我一樣,Same B-E-I-N-S 你繞一圈 然後會等到這個 OK 哇,好 一線數學問 有這個 我懂了 買單 那是某什麼ray MMM-ray 是不是所有ray都是MMM-ray 不是啊 你看,你要記得嗎 這ray哪裡來 一個camera 射出去,打到物件 物件,打到燈光 shadowray 路這腳 反這腳 反射ray 然後透射ray 那每個ray 要出去 再好幾個ray 一大堆ray 萬七八糟 每個方向都有可能 那請問你 第一個MMM-ray 要這樣一個 因子的關係是 背十分期 你總共需要幾種ray 你總共需要幾種ray 的分析 你的程式才算完整 有可能大二的血力 沒有說 你離證數學要幹什麼 就這個 對,然後是 分析不完整 然後 斜角的東西 你從上去跑 有時候會對 有時候不會對 那就表示你case分析 沒有到位了 而且需要幾種 太簡單 哪有在問你 只有P跟F 他說會不會有零的 正負 零不是正也不是負 那零的是平的喔 那你敢敢說 在一半鐘之下 也不會有零 你不會有真的跟手一樣 射過去 也許有吧 如果你故意的話 就是一開始 CAMER 如果有CAMER 一旦抖起來 或是物件一旦抖起來 會有沒有可能 好,不管 反正就是這麼多 對不對 如果是Rain 還是其他的話 我也該如何測試 總共有什麼case 基本的下 二二二三四八 還有八五case 如果再把零抖進去 那該怎麼辦 再說 比如說這個 我還是同樣的圖 還是同樣圖 不是本來的畫圖 你可以告訴我 PMF DMM Rate在哪裡 那時候可能就要面子了 你知道嗎 要看一下哪一個面子呢 類似面子的適合子 A B是DMG嗎 不要清楚 然後你轉PMF 剛剛是往那邊 往那邊射啊 這樣看 那我對圈飛 那PMF 有什麼東西 X是往正的方向 它其實往復的方向 所以 幫你推倒一下 小媽我換我一下 PMF 大概在哪裡 唉 沒關係 等一下 看這個 唉 記不記得我剛剛說 楊年縣是有 是有 是有齊摩堡 我是叫做 NP的 MPMF 那假設我核子是這樣 OK A B C D E M G H E M M OK 那我覺得比較好畫畫是什麼 你把座標給我找一下 好嗎 M P M R M P M M M 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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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你知道什麼樣 M P M M P M的意思就是 我還是 方式做這樣的方式 對不對 方式 A M M R And 所以我看這一圈 OK 那我還是希望把它 調成這個樣子 調成這個樣子 調成這樣子的話 表示 這是M P M Amp,对不对 Amp的话就表示 X是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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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是比较小 我看一下 我是这样控制吗 好,我看 我当初是什么 这个,这个叫MDM 蓝色的 这个是不是MDM Let's check,对不对 X是负的 所以负二乘是往这个方向 Y是正的 所以Y本的往下 Y往下 这个是X Y呢 往下 Z呢,往里面 所以这个是MDM 这个是MDM OK 那 MMM MMM MMM在七点上 MMM在七点上 然后呢 所以我现在要找方块转过来 让H转过来 所以我现在要找方块转过来 让H转过来 刷在这里 然后我的MMM 就在这里 那我的ABCDEL7H 转成ABCDEL7H 那这样你看的话 你的接引就要是这一圈 OK OK 当然还有别的方法 这是我的看法 那我会乱掉 OK 所以 我会先把这个文字弄出来 然后变成这样子 他还没有起到其中 没有起到其中 没有 就这样子 刚刚那个人 没有 那个HOT 再来 刚刚在顺身地身都会 问题是刚刚的RAID FOUND THE SAID TO SAID 我的RAID 跟我们的LINE 大于雲小于雲低于蓝 这要怎么算 这就要怎么算 那你记得你有个RAID RAID 在我跟D 那你有个LINE 我叫A跟D 是從A到B 那我這樣怎麼算 就從這樣來看 所以線都是從A到B 所以你這邊看到這條線 A到B的線 然後我以後工作在這裡 第一呢 只有兩種狀況 為什麼只有兩種狀況 因為ABU是不是構成一個平面 三點構成一個平面 對嗎 只有三點構成一個平面 我外出外退化 退化先暫時不要講 三點貢獻再出 一般來說不過了 這樣子 然後第一就只有兩種 第一種出平面 一種在平面下面 所以這是Above 這是Below 可以嗎 可以嗎 YES 所以 裡面會有一個向量 像AO AO所在裡面的反線向量 定義成這個樣子 反線向量有兩個 對不對 這樣定義成一個 是A-O這個向量 跟B-O 然後畫兩隻眼睛出這個向量 這個Cross這個向量 所以朝下 可以嗎 你這個股 你這個示意圖來說要朝下 OK 你這個示意圖來朝下 所以我如果看到Above跟Below的話 就是利用 發現一下 Above 這個是Below 這是N在這裡 這是N在這裡 N跟D是什麼 N跟D的內積 我就知道是Above還是Below 對不對 N跟D的內積 可以嗎 D mais Below 你不要 вниз 你也不要嗎 無分享 你可以 Tok Velow 只是要 下面要臭什麼事情 下面要臭這件事情 這個要變成為C-G-W 是Shã correr 那貓 BC 我會看一下 á povo好 はい 快看這個 這個 這個內積 首先這個看 這個是記得嗎 所以我已經畫這裡 從箭頭看 從箭頭看,下面從這邊走 請問這個是順時針的意思針 順時針 從這邊看,線從下面走 順時針 順時針要大於0,知道嗎 可是從這個圖上面 D到N是不是小於0 因爲,甚至我的N 是A-O cross B-O 所以這裡的D到N 大於幾十度 是小於0 所以我就定義 我的定義 我的sign 是這樣算 -D到2 我如果用下面這樣看 眼睛若從下面看 線從上面走 線從這裡走到這裡 所以是不是逆死針 所以是那小於0 那小於0,可是如果這邊滴到N 就是這邊滴到N大於0 所以給它復能滴到N 他說小於0 所以這一頁告訴你 這個 三個瑞賴的講說 我再倒帶一次 這是大刀帶的 Recap 講述文的講說 一告訴你 告訴你說 Re-tracing Is slow OK 也沒有親身經驗 我也沒有親身經驗 因為有耐心不好 一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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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分鐘的 我受不了 我相信也受不了 為什麼 你通常經過一分鐘之後 你發現你程式 卡在什麼地方 你要趕一趕 你要走開 一分鐘後來看 又卡在哪裡 再開一分鐘 所以整天都在出錯 他一次錯過了 說得很錯 不像人家的 好像痛苦一樣 結果出錯來 就是他很錯 再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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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這個是 明天要跑很久 然後而且是 剛剛開始是 程式狗不會怕 那後來程式會跑了之後 那跑出來結果 那跑出來結果 不如你所願 怪怪的 結果這個影子沒有出來 那個也射不對 那你要不要去追 不知道怎麼辦 每次追都要一分鐘 OK 那就很囉嗦 好 先大道一致 太慢 所以 Rate Object Dissection 很重要 用AV3T彈 來加速 AV3T彈 有標準的方法 還蠻快的 算三個走的區間 的交集 已經蠻快 還可以更快嗎 老師說 這邊是一個大的問號 OK 好 我們來看 那這邊所提出的方式 怎麼做 基本上從這看倒帶 它基本上所有的東西 限制到 重點就是這一點 一個線 一個射線 跟一個有方向性的線 從上面走 從下面走 有一個 也會變一個順時 跟逆時針的關係 然後 這邊插出來一下 這個東西 是要這樣 這樣來算 先只要一個外形 OK 這邊有一個外形 然後再做一個內心 然後你就知道 它的符號 就知道它是 順時針 還是逆時針 順時針逆時針之後 你經過你程式的分析 看它是哪一種Rate 每一種Rate 靠它的text 最多六個 順時針 是真的text 你現在可以知道 它這個Hits 還是mix OK 所以你把一個 你把一個什麼東西 但我最後是把一個 Rate Rate VS AADD 變成這什麼東西 就是Rate 變成 XXXRate 對不對 然後每一個XXXXRate 我有 At the most 六個 六個Rate 是叫Rate嗎 剛剛叫什麼 叫我錯了 對 Side 六個Side Rate Line The text 六個text 讓每一個這個东西 包含一個什麼东西 包含一個 plus 對 一個 Dot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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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這樣 有比整 如果 剛剛的這個 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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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是一個Rate 這個要怎麼刷 這個可能要細算到幾個加法的成法 這邊S0等於多少 SC等於多少 那這邊好像一個 什麼東西接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接什麼東西 處理什麼東西 這樣子 然後這邊要做兩次 然後再做交集 區間的交集 老師說 我沒有去計算 我會覺得這個比較壞 因為Cross Parsel的Cross 就像這樣對不對 XYZ XYZ 就是Cross就像這樣子 這邊有多少層啊 有多少加減 這個呢 這只有一個 只有一個 很少耶 我不覺得這個會比較壞 所以傳統的話可能還不錯 有外句話說 如果你真的有這個需求的話 不要忘這個傳統的話吧 什麼叫不要忘 還要記得說 你可能上過這個課 好像聽過 他當時的講義在哪裡 因為你如果 現在你要去Google這個東西 不好找 因為2.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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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只要接著 可以跟5個之後 他連著 1.0,3.0,3.0,3.0 2.0 至少 5個 或者6個 5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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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個 5個 這個嗎? Redux 這個嗎? Engu Wu Relations 44 哇,還有程式嗎? 這個就是這個 Graph Exchange 反正這個東西就是因為這題目很老 很多解剖都可以做 但是這個直觀看起來比較 比較 並沒有比較快 這樣的東西也可以寫paper 嗎? 那我怎麼說那個paper 他寫的分析很完整 做的資料是很完整的 他不是像我這樣隨便算一算 他真的是有 把整個細節都做出來 做的比較 所以一個paper的完整 創新性 就是沒有用過的東西拿來用 跟完整性 是頭髮會上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做客人真的很高興說 他是滿不錯的 做客人 做客人 看 好 所以 那我們這集就 超多 就這樣 結束了 我們這集上的是 數值分析 基本上 上了一些東西 你說你 可以有這個東西有什麼 我覺得MAXIMA是一個還蠻重要的經驗 如果你對推到的方式沒有什麼經驗沒有什麼把握 MAXIMA可以幫你推到一些事情 自己說說ODE啊什麼啦 騎士坐標啊 可是要那麼久你都會忘記 忘記就忘記 我也會忘記啊 他忘記沒有少用就忘記了 他忘記給亞洲需要一下回來看筆記就是 好吧 我們這一集就上到這裡了 來 請請抽筋